在西方澳洲的多黨政治 通常執政黨和反對黨都會有不同的議題 你那邊提出的東西我這邊一定反對 所以大家一起支持的甚少 不過我發覺這裡的執政黨和反對黨是同時支持 這是什麼事呢? 剛剛過了的周末 我們在澳洲有一個遊行 這是在墨爾本 遊行之中是反對以色列轟炸黎巴嫩的珍珠黨那座大廈 我們知道在過去一個星期 以色列除了利用船夫機對港機爆炸 還有派出軍機侵入黎巴嫩的國境 完全沒有尊重黎巴嫩的國家主權 轟炸一座建築物 把整座建築物炸成一個大洞 那些在地牢開會的珍珠黨的高層領袖自然死了 這座大廈上其他居住的人 都應該同時被犧牲 因此出來遊行的反對以色列這種行為 在這次行之中 有人高呼真主黨的口號 以及舉起真主黨的符號 原來這兩件事是違反了澳洲2023年的反恐怖條例 這個反恐條例包括不可以宣傳恐怖組織的口號 以及舉起恐怖組織的符號 好 我們這兩黨同一時間有大量的人出來說 這次就一定要嚴懲這班示威者 初初我們的聯邦警察就沒事沒事 但終於發現在我們維多利亞警察交給聯邦警察的視頻裏面 有六個案子可以構成犯罪 主要是違反了2023年的反恐條例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發現 我們兩個的黨 執政好反對黨好 大家在同一個立場 這個立場就是以色列妄顧其他國家的主權 派軍機去轟炸一個建築物 而就說這個建築物裡面有恐怖的集團在開會 造成了對這個恐怖主義集團的領導層的刺殺 他認為是對的 完全純粹用政治上的意識形態 我們是支持 無條件地支持以色列 當然 澳洲作為美國的盟友 好 美國既然支持以色列 我們一定要支持以色列 我們沒有辦法可以有自己獨立的國策 就算我們的市民出來遊行示威 都不能支持被美國認為的恐怖集團 當然有些恐怖集團 我們自然要支持 所以這件事有人把這個情況寫出來 會把文章的接連放在描述 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慢慢欣賞這篇文章 這個作者是Kylie John Stone 我很多時候跟大家分享他的文章 這裡我們見到澳洲作為美國的主要盟友 所以美國政府認為對的東西 我們的政客無論是執政的還是反對的 都會同時支持的 這是非常少有的現象